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Hatch阿正 这次登山行我们要去布努加里山顺访侠克罗古道 这是一座冷门的中级山 位于新竹尖石乡养老部落附近 在基纳级山向西延伸的枝林上 从侠克罗古道养老端进入 步道平缓宽大好走 沿途绿意盎然 在秋天时有满地的台湾红榨处 缤纷的红叶铺满了整个古道 像极了红地毯般 非常罗曼蒂克 经过立元及马鞍住在所后 来到16.3K 有一座木栈桥 布努加里山的登山口就在桥边 从登山口进入 开始就一路抖上 一坡接着一坡 几乎让人无法喘息 途中有几处断癌需小心通过 沿途有许多聚木春天 还有松软的松针落叶铺地 零像原始优美 令人心旷神怡忘却疲劳 可与养老山吉纳吉山连走 俠克罗古道旁边有一条萨克亚金溪 其太亚雨为 可磨刀锋锐利的亮白石头 为族人从南投仁爱乡 跋山涉水越过祖林 圣山大坝尖山 在河谷中望见此美丽的溪水 太阳很烈 照应着河床上 闪闪发亮的石头 老头目抽着烟斗远望观察地形 并吩咐族人卸下小米种子行囊 他从腰间取出弯刀坐在河床旁边 左手握着刀柄 用脚抵着亮白石头 右手压着刀锋 前后来回抵立着 不久老头目举刀向着太阳 看着瑞丽的刀锋 用着沙雅低沉的竹音说道 撒克亚金 于是这条西的名称就此产生 也是太亚族人 来俠克罗地区的开拓史 故事清美吗 就请跟着阿正趴大山防满道 也学点知识吧 你要躺到这里 躺到这里 躺到这里 你要去? 没有,不是 要下这边 下那边就好了 那边会 那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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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停车场 这边有厕所 有厕所 有来上一下厕所 有人比你们还早 对啊 他们是来这边露营 来到 俠克罗停车场 养老端 前面有厕所 这停车场还可以停蛮多车哦 看一下我的后面 这里就是俠克罗古道 养老端的登山口停车场 今天我们要来去走 俠克罗古道 顺登 布努加里山 目前时间是8点15分 准备要出发了 走进俠克罗古道 那我们就出发了 目前时间 8点13分 走进俠克罗古道 二十二k 走进俠克罗古道 二十二k 走進國家級的古道 這環境真是舒服啊 俠克羅古道 是台灣第一條整理的觀光級古道 全長22公里 我們現在在養老端 也就是古道的終點 底下的風葉落葉都已經枯萎了 看不出繁盛的樣子 21K 8點32分 廠陽在白霧的森林裡 古道國家級還有森林 微風 氣溫又涼爽 真是宜人的登山季節 哇,地上的這一片風葉,漂亮啊 看一下上面樹冠 迷霧中的風箱 好夢幻 20K 差點47 19.5 8點54分 進入一片桂竹林 這裡的海拔高度是1390公尺 以禮拜三 那一次寒流來講 這裡應該也不滿了雪哦 楓葉加上雪 楓葉加上雪 也是滿壯觀的 來到木炭窯 時間9點整 十一分 來到立元柱在手 時間9點11分 遺址在上方 立元柱在手在上面 這塊平台 他旁邊有湯土的遺跡 不過目前這一塊 空地已經張滿了竹子了 在我的後面這一片遺址 還有那個 夯土的遺跡 這裡就是立元柱在手 海拔高度是1420公尺 我們來到這邊 大概9點12分 8K 這邊竹林真是美 來到建築物 哈哈 因為前面走太快 18K,時間9點21分 哇,旁邊一片白霧 前方的道路還有點遠 我們的目標不如嘉禮山 登山口大約一公里左右 即將來到馬鞍住宅所 在馬鞍這邊有一片的楓葉 旁邊就是楓樹 這個是風箱,都長得很高 來到馬鞍住宅所 時間9點37分 上次來還有人在上面露營 開始掉橋還有5K 楓老登山口還有5K 即將來到布奴嘉禮山的登山口 就在左手邊要注意一下 可能山進不是很明顯 來到泰雅族占卜鳥 時間9點43分 前方落石段,請注意通行 每次通行人數3-5人快速通過 看一下第三個小碎石 就是落石滾下來的 看到一隻山腔陣亡在這邊 可以聽到底下的溪水融融 那就是塔克金溪 塔克金溪 在泰雅族語的意思 就是磨刀石 因為這裡的長老 利用底下的磨刀石磨亮他們的小刀 然後作為狩獵用的工具 即將來到布奴嘉禮山的登山口 越過這一座橋就到了 這就是底下溪流的樣子 來到布奴嘉禮山登山口 時間 九點五十三分 一進來就是抖上 準備上去了 挑戰啊 打開一下啦 先抖一下 首先就送一個 陡峭的見面禮 現在我們遇過塔克金溪的上游 但是它是乾的還好 很容易通過 沿途很多雪藤的種子豆甲 釣滿地 所以這個在 雪藤開花大概三四月的時候 應該也很漂亮 第三 門部松針 這個是五葉松 所以算是五星級的山境 松木的球果 沿途也一系都可以看到 這個釣魚地的白色花瓣 不知道是什麼花 上次在卡堡山追雪也有遇到 上次在卡堡山追雪也有遇到 又是上游 吸水餐餐 淹淹不斷 除了風箱這裡還有洪炸處 來到一處小崩壁 這跟我們上次走根本古道的那個小崩壁很像 不過沒那麼深 淺淺的而已 可以直接橫度 是這裡沒有錯 是這裡 這邊還有繩子 還有布條都在這邊 這裡的山境也不簡單 崩壞掉好幾處 來到大樹平台 時間10點53分 這個平台 旁邊的這棵大樹 真的超大的巨木 太陽在正上方指引著我們 沿途也 看到許多的松羅 又來到了一處平台 這個是倒木平台 有許多的倒木可以供 當作椅子 快要上到能線了 能線大轉彎就在前方 太陽光照射的地方 來到能線大轉彎 這個轉彎點 往上就準備要抖上300公尺了 後面就是大轉彎點 我們從這個轉彎點 再直直的往上 躲上300公尺的高度 就到了布努加里山 我們現在已經走了 在舒服的能線上了 兩旁都比我們低 地上也都是松針 灘灘五星級的山徑 真的很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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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布奴嘉里山的岔路了 灰塵就是要從另外一邊走個P行 現在我們要直上布奴嘉里山 還沒到,開到了 來到布奴嘉里山 現在就在正前吧 看一下這個地上的葉子 好像三毛九的葉子 到達布奴嘉里山 我先錄一下 你錄,來,來,來 繞一圈 開車的後面 這個山頭 這座基石 這裡就是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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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海老高度是6125公尺 然後有一個山的三加點 不要是6232 我們來到這邊時間 12點20分 周圍沒有什麼展望 都是松木 還有一些像山毛菊 的蝌蚪蚪植物 不過沒什麼樹冠 南天很難很空曠 可以忘出去 離開布奴嘉里山 我們今天的第一座山 也是唯一的一座山 接下來我們要去 找一塊平坦的地方 用餐 該煮囉 這是我們的午餐時刻 快樂的時光 用餐完畢 我們就準備下山了 有一個P型 看看路頭對頭 沿著能線下去 我們用餐下來的時間是1點20左右 現在又經過了能線大樹區 兩盎都是大樹 即將回到插路了 就在前方那個點 那個插路 往右就是我們來的路 往左就是 即將要走的P型道路 因為看起來路徑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們打算退回走來死路 原來的路下去了 又回到了松貞巨木群 松貞鋪層的能線 伴隨著巨木 後面這兩棵就是迎賓樹 我們要從樹的縫隙穿過去 現在就離開了 直下登山口 大隊走前面的 走過頭了 現在我們要回來 回到大轉彎處 現在下陡坡 感覺天空開始下雨了 還出太陽 在森林裡 遇到了太陽雨 也是比較少見 又回到了大樹爺爺7G的地方了 時間2點35分 超巨大的大樹爺爺 另一棵 迎賓樹 這兩棵也是在歡迎著我們 回到大樹平台 我們剛剛 休息拖外套的地方 這塊很適合野餐 甚至於要野營應該也可以 時間2點43分 回程我們可以 以較輕鬆的心情 慢慢的走下去 不趕時間 安全最重要 回到小崩壁了 走這一段要特別的小心 這個小崩壁真的要步步為硬 超級的小心 等一下 旁邊都是繩子 有三次輔助安全 安全多了 下一次的那個 風流 好棒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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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副零行擦開,它會滑 對,它會滑 我想說,屁股往後 旁邊要抓,這邊是抓褲子 這邊有兩根強調繩 反正就有個顏色就好了 大家一看就知道 你主要這樣顏色很鮮豔 回到小崩壁,時間2點54分 往上,往上,往上走 現在我們要橫渡小崩壁 這個小崩壁對根本古道來講 是小case的 跟根本古道比起來,這根本沒什麼 那邊是根本不能找 根本沒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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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無到 這個都還有彩點 這邊有彩點 是斜的 現在外面已經聽到雨落下的聲音 而且聲聲越耳越來越大聲 目前因為被樹林擋到 我們沒感覺到被雨林 這裡迎賓樹很多 我們再度經過一組 兩棵迎賓樹 也是比直高大的樹木 現在隊員們陸續從迎賓樹下來了 現在隊員們陸續從迎賓樹下來了 準備返回養老了 神奇的樹精靈 龍頭 發現了一個島木像龍的頭一樣 正好符合我們紀念的生象 這個樹根落差很大 要小心的下去 倒退走會比較安全 所以這個地方落差超大的 還是繞一下路 會比較好走 哇這個落差超級的大 要小心翼翼的下來 就是這麼多 落差這麼大 慢慢的下來 樹根為伴 再度經過塔克經濟的上游 3點33分 回到布奴家裡山登山口 街上俠克羅古道 下來了 現在回到 回到俠克羅古道 直接回去了 不好玩的布奴家裡山 真的是不好玩 看不出路徑 在5點5公里 才會回到俠克羅古道 然後養老跟山口 時速要拼四 才有辦法1點5小時出去 目前3點45分 16點5公里 3點49公里 回到泰雅族 占卜女 3點52公里 3點52公里 樹上還有沒有掉落 長紅的枫葉 枫葉一街那麼多 回到馬鞍 3點56公里 回到馬鞍 3點56公里 回程左邊有漂亮的山景 雲海 超清澈的 超舒服的俠克羅古道 超好走的山景 起伏並不大 回到18K 時間4點09分 回到竹屋 時間4點11分 回到夢幻的竹林 看一下我的兩邊 有沒有像烏嘎宴的竹林秘境 不用到烏嘎宴 這裡也有 這個 同樣都是 貴竹林 回到麗園 就在上方 時間4點14分 底下的薩克清晰依舊殘長而留 深深夜耳 過了樹作木橋 只要有溪溝就會架橋 這是國家整理的 所以 整條路徑是暢通 19K 時間4點22分 回到木炭窯 時間4點23分 15K 時間4點13分 在20.5K 這邊遇到樹縫中的 凡凳故 回到俠克羅大石壁 時間4點43分 這片石壁也蠻好看的 21K 時間4點46 這裡有個彎道 現在我們已經破K了 剩下幾百公尺就到登山口羊腦端 即將到達 看一下左方的山崛 雲霧鳥肉 剛剛經過21.5K的牌子 剩下500公尺 時間4點53 回到簡易商屋販賣部了 早上來沒開 現在也沒開 即將到達 回到俠克羅古道 羊腦端登山口 22K 慶王燈 我們就下去停車場啦 回到可愛的司機 接駁處 這裡是俠克羅四級 目前沒有人 哇,停車場蠻多車的 今天我們的目標是走 俠克羅古道養老端 順登 布魯家裡山 後面那一段布魯家裡山 超抖駕的 來回要5公里 任務也滿成功 恭喜各位 拜拜 恭喜大家 又完成了一座山 布魯家裡山 真的是 純自虐路線 我的是17.52公里 又是17.52公里 小黑在位啦 我們離開 小舒喜 看得不到 羊腦 那一拿二 藍藻下 小黑 小黑在位啦 我們離開 小黑在位啦 我們離開 小黑在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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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英哥 21点14分 21点14分